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 和茂密繁盛的植被 无数的恐龙在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 逐渐形成了繁荣热闹的恐龙世界 但是 一位神秘的博士潜入了恐龙世界 他的目的是 所有的恐龙都是属于粉宝宝的 所以你们这次的任务是 马上前往恐龙世界 守护所有恐龙 太棒了 潮心特工守护恐龙 出发 天花眼镜 小龙包 阿妩 阿妩 你好大的力气 阿妩 你给了我灵感 看我的旋转飞爬 我竟然扔了那么远啊 这也太远了吧 阿妩 你看到没有 刚才我扔的旋转飞排 真是太酷了 奇怪 你到底扔了多远 小龙包怎么还不回来 要紧急情况 大家赶紧来集合 明白 小龙包 我们先走了 你快点回来哦 这 这是 小龙包 没错 这次被坏坏博士炉走的恐龙 这是小龙包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出发吧 朱朱霞 等一下 小龙包不在 只要我和你 是斗不过坏坏博士的 那我也要救他 朱朱霞 你冷静一下 阿妩说的没错 朱朱霞 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们需要帮助 医护博士 小龙包的事 小飞已经向我汇报了 既然这次任务 你们没了小龙包的协助 我就允许你们暂时 借用我留在仓库里的爱车吧 记得 只是暂时 暂时哦 那就让你们 见识一下我的爱车吧 灵狐博士的爱车 没错 现在我就把珍藏多年的爱车借给你们 千万不要辜负我的心意哦 算了 用车总比没车好 潮心特攻守护恐龙 出发 冲啊 我们这样 真的能追上坏坏博士吗 你们站住 这里所有的恐龙 都是属于本宝宝的 小龙包 猪猪侠 本宝宝终于也骑上了霸王龙 是不是比你威风啊 博士 你比猪猪侠威风多了 小龙包 你怎么了 我想 可能跟那副眼镜有关 眼镜 什么眼镜啊 小龙包头上的 这 没错 这就是本宝宝最新发明的 虚拟眼镜 我才不管什么眼镜 快把小龙包还给我 小龙包 现在将这两个坏蛋 赶出恐龙世界吧 小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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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啊 猪猪小 你还是放弃抵抗吧 小龙包 使用甩尾 好 小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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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这么仇视我们 猪猪虾 不要气馁 还是赶紧找小飞帮忙吧 开启远程协助模式 小飞 坏坏博士用听话眼镜 控制住了小龙包 快帮我们想想办法 让它醒过来吧 好的 根据分析 快快老师用听话眼镜 交小龙包对外界的视觉 听觉全部封闭 再用虚假的情景去期待 所以他才只听快快不是的话 必须让听话眼镜失效才行 可是 我们要怎么才能让它失效呢 你们可以试试 让听话眼镜短路 那样他就没法工作了 短路 没错 短路是指电源 未经过电器负载 而直接有导线 接通成闭合回路 这样将使得电流过大 穷而烧坏电源或设备 原来是这样 好了 远程协助时间到此结束 你们加油吧 根据小飞的说法 造成电气短路的根本原因 是电量过大 因此只要加大电量 就能让听话眼镜短路了 可这里是森林 我们要上哪儿去找电呢 找到你了 猪猪侠 快跑啊 猪猪侠呢 猪猪侠 你在干什么 赶紧跑啊 我不走 小笼包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我是不会抛弃小笼包的 绝不 猪猪侠 你的废话说完了 小笼包 攻击 攻击啊 快攻击 快攻击 快快博士 你赶紧住手 小笼包 快醒醒 我们是好朋友啊 不好 虚拟眼镜 加大功率 攻击 猪猪侠 可可恶啊 我 我是不会放弃小笼包的 没用的 现在小笼包只会听命于我 不会的 小笼包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三角龙 三角龙 这是 这些都是我们帮助过的恐龙 看来他们现在是来帮助我们的 我 我是 哼 本宝宝有霸王龙在 没什么好怕的 霸王龙 给我冲 糟了 这些恐龙都不想伤害小笼包 所以都在防御 但小笼包却毫无顾忌 我们得赶紧阻止小笼包 华与 华与羽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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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电了 你还记得 金电棒球吗 华与羽王龙的羽毛可以摩擦起电 制造我们需要的电力 好主意 华与羽 华与羽王 只要有羽毛摩擦羽毛 很快就能摩擦起电了 快 阿妩 这样要摩擦到什么时候啊 糟了 恐龙们要顶不住了 这 是丹爪龙和始祖兽 他们来帮我们了 我们也快点 这个电量足够了 好极了 华与羽王龙 出发吧 霸王龙果然厉害 我 我 我是 小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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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不是 吃鲜菜 我们快走 坏坏博士 坏坏博士 坟坟快逃 走 走 你想去哪儿呀 哇 你们等着球 下一季 本宝王还会回来的 再见了 坏坏博士 下一季我还会再阻止你的 这次都给大家的帮忙 谢谢你们帮我救回了小龙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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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t you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有只小猪 感觉好酷 每天会遇到的险阻 將戒乘出 没有难度 多多闹多毒暴多看鸡 耶 戍 听着胸带着风踏着步 爱冒险就不怕不怕就不会输 勇敢的小猪要用点粗 但还是很土 小鱼匙给脑力加速 加速勇敢的小猪就像放属 不骄傲和满足 这是我独特的天赋